点开网页各大专校院资讯一目了然 教育部公开查询平台正式上线 大家最关注的还是新生注册率 在全部162校排店底的是台湾观光学院只有29% 南融科大、淮泛大学以及河村技术学院 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统计下来共有19间在六成以下 了解一个学校犯别的好坏 除了注册率之外 其实有很多的层面 注册率和人数都跟退场或转型机制有关 谁都怕踩到地雷学校 高教工会认为教育部现在只公布数字 却没有实际的作为 对新生来说是相当不负责任 他现在用了一个最便宜形式的方式 他直接公布这样的一个注册率 然后直接希望这些学校可以退场 他应该要的做法是一来 对于半学不正的学校必须要立即进行接管 进行接管之后还是没有办法达到 这个真的招到学生的时候 他应该就要让这些校团回归到公共 到底哪些学校未来可能收摊 教育部不愿直接点名 让大家自行用数据来解读 看来同学和家长们选择学校前 还是得多花点时间闲做功课 多看多听多问 大家先往黄一杰吴博勋台北报道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